不论你是用什么姿势盘腿坐着 或是不靠背的直接坐在椅子上都可以 想要让静坐对你产生更好的功效 让定力与智慧都能得到更好的提升 那么在静坐的过程中 最好尽量保持姿势不动 以便在较大的身心挑战中 不断磨练与检验你观照心性的能力 但是如果你觉得痛苦已经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实在没有办法继续观照身心的实相时 也可以稍微挪动一下脚或是身体 让身心的浮躁缓和一下 然后再重新开始 任何一次缠坐的开始 最好在全身上下放松几次 好让心性及身中的感受 能够更加的自在 现在请依照我的引导 放松你的身心 来开始这一次的缠坐 首先把心情放松下来 然后把头顶轻轻地往上顶一点点 好像要把脊椎拉直一样 但是要注意脖子不要僵硬 然后把注意力放在头顶上 想象整个头皮都松了下来 想象就可以做到 发挥你的想象力 接着把注意力 放到哪里松到哪里 注意力放到两边的太阳穴 想象两边的太阳穴 也渐渐松开来 现在放松你的后脑勺 把它慢慢地松下来 再检验你的脖子 是否松巧 也想象它慢慢地松开来了 肩膀不要往上举 想象两个肩膀一起垮下来 沉下来 自然地下沉 除了脊椎还挺力之外 不要负担一点点的力量 想象你的两只手 跟绳子一样 只是挂在肩上 完全自然地下垂 从手臂一直放松到指尖 慢慢地放松下来 想象整个胸膛都松开了 不论胸腔里面 正有多少感受正在发生 就让它发生 要传就传 没有关系 不急着调席 当我们定进到一个程度 气息自然会越来越细 你只是想象象它松开 你只是想象它松开 松开 任它自在 没有一点点抵抗的力量 背部 背部除了脊椎打直之外 把其余的力量全部都松掉 整个腹腔 整个腹腔检查有没有出力 把力量通通放下来 通通通松开 臀部只是静静地承受着身体的重量 其他什么力量都不要 想象它也松开来 检查你的臀部 检查你的臀部与大腿交接处的宽关节 有没有出力 把力量也都卸掉 放松你的大腿 小腿 然后一直到脚掌 都全部的放松 现在让我们从头到尾 再放松一遍 讲到哪里松到哪里 但是速度再快一点点 注意力放在整个头部 把它松掉 肩膀两只手都垂下来 胸膛 腹腔 臀部 大腿 小腿 脚掌 最后想象全身一起都松透下来 为什么静坐前要做这样的放松呢 它的目的是要确定 我们对于内在的大小感受 有没有一点点控制的力量 有没有一点点的打压 有没有一点点的打压或是抵抗 身心保持自在安疏 就这样静静的作者 等待着去观照身体各部位 不断发生的大小感受 不断发生的大小感受 甚至是不断生起的各种念头 在这次的阻力量 我们会引导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观察 所用的方法 所用的方法就是观照 也就是去感觉 觉知到身体感受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这次的静坐 我们也有一个主轴 那就是把身体想象成像太虚一样 太虚就是宇宙 为什么要把身体想象成太虚呢 因为太虚里面不是空无一物 它里面有河川星斗 有山岳大地 有草木丛林 有风雨云雾 太虚的可贵并非无物 而是它能包容万物 因此我们在学习静坐的时候 可以观想自己的身体就像太虚一样 如此一来 我们就可以落实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 是要你学习 是否能像太虚一般 毫无抵抗地 去包容着身体中发生的任何大小感受 第二 是要你去检验 当你面对这些不断生起灭去的感受时 心中有没有一丝丝贪嗔挂爱的发生 第三 是去检验 当你的内心发生烦恼浮躁时 除了由于身体的感受 或是脑中的妄念所引起的浮躁之外 是不是在胸膛的正中央 也就是我们老祖宗所说的 《黄庭》里面 都有或大或小的波动在起伏着 第四 也是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训练 就是训练你 就是训练你观照黄庭中 那个朝来朝往的波动 看出它本无意义的真相 进而解脱所有情绪的枷锁 重获自在清明的心灵 黄庭禅座 就是要提醒你 观照你脑中 不断生起的思思念头 把它当成太虚间 不断自在回荡的音波一样 对它们也都只是静静地观照着 静静地觉知着 觉知着它自在地发声 观照着自己在这个当下 是否有任何的挂碍 以上这几点 就是你在每一次静坐的时候 所要专注的柱轴所在 在落实以上几点的观察时 你可以想象自己的身体 就像太虚一样 里面正有些清清淡淡的风 这些风正在太虚的各个部位 慢慢地升起 慢慢地酝酿 太虚并不挂碍这些小小的风 也不会抵抗任何的风 你要学习的 就是像太虚一样 对身体各部位的感受 保持不分别 不好恶 不攀附任何贪嗔意义上去 这就是平等心的当下 心经中所谓的观自在 指的是观察身中各部位的感受 自不自在 而不是你自不自在 例如说 你的臀部坐着的地方 此刻可能有点紧 有点重 或是腰部有点酸 有点热 它们其实都只是太虚间 一阵阵各种不同形态的风而已 效法太虚 包容着它们的存在 学习太虚 不干涉它们的自在 你可以专注在身体中 任何一个特定的小区域 做以上这样的观察 观察身为太虚的我 是否完全地 让各部位的感受 自由地存在 是否真的 任由身体的感受 自在地去变化 或者还是存在着 一丝丝的抵抗 一丝丝的害怕 观察你是否因为 它们的存在 而生起焦躁不安的情绪 现在我们再把身体 从头到脚放松一遍 先把头顶轻轻地 往上顶一点点 然后跟着我的指引 讲到哪里松到哪里 注意力放在整个头部 把它松掉 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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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手 垂下来 胸膛 腹腔 腿腔 臀部 大腿 小腿 脚掌 就这样静静 静坐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呢 是为了要追求 充满轻妙感受的 禅定喜悦 还是为了要训练自己的脑中 不生起任何一个念头 还是要让自己 从种种不安的情绪挂碍中 解脱出来呢 古人说 道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凡是不能与日常生活并行的 就不是真道所在 以上这三个目的当中 哪一个才是你在日常生活 行住坐卧之中 依然随时随地都可以保持 而没有冲突的呢 只有第三个 让自己从所有情绪的挂碍中 解脱出来 这种能力 才是往后 你可以用在生活的每一刻 而毫无冲突 并且可以为你的生活 带来莫大利益的 而这就是静坐的最大目的所在 而借由静坐观心 到底是在观察什么呢 每当人们所谓情绪激动的时候 胸中一定会陪衬着一股气 一股能量 同时跟着生起 对不对呢 不论一个人 外在的挑战有多少 或是身内的感受有多激烈 只要胸中的气血 依然平静 你就可以若无其事地 接受一切 但是 只要胸中的气血 一激昂起来 你就可以因为 一万个理由 而陷入无法自拔的情绪当中 想想看 这有没有道理呢 由此可知 挂碍着我们的主角 让我们想要亲近 而不能亲近的主角 指的并非是外在的挑战 而指的是胸中那股激荡不已的能量 也就是那股气 就是各种感受 所谓解脱心情上的挂碍 并不是要彻底地消灭 或平腐胸膛中 那些激荡不安的气血活动 也不是要对身中所生起的感受 不断地咬牙忍耐 而是要把你对胸中 气血活动的挂碍 对它的贪嗔 害怕与忍耐 全部都放下来 为了培养对胸中心田的观察定力 不被胸中小小的气血晃动所迷惘 我们可以先由肢体的末梢开始观察 现在 试着观察你一只手掌中的感受 想象你的手掌像个小太虚一般 里面充满着各种的感受 各种的风 也许是麻麻的风 也许是热热的风 你很容易可以在这么热闹的能量活动当中 静静地觉知着它 而它的真相 只是一种怅然 只是一种自在的生灭起伏 不具任何意义 仔细地观照着它的真相 它既不代表烦躁 也没有焦虑 更没有任何好恶的意义 夹杂于其间 这就是所谓的空 所谓的无物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贪嗔痴爱 只要看出这个真相 你就已经在这个小小的局部里 验证了六族所谓的 本来无一物的真静 也在这个小小的局部里 验证了自信本来清静的安心之道 以这样的正见与定力 去观察全身所有的感受 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答案 周身上下 无处不安然 无处不解脱 我们再把身体从头到脚放松一遍 先把注意力放在整个头部 把它松掉 肩膀两只手都垂下来 就这样静静地坐着 与身中各种感受 共同相处 在你身上 其他各处的感受 也都可以像刚刚的方法一样 去检验和观察 例如说 现在我们可以把注意力 转移到你的两只腿上来 观察此刻你的腿上 有着什么样的感觉 有人说 我的脚长好麻 那你就观察那个麻的怅然 检验你是否让它自由地存在 有人说 我的小腿好酸 那你就观察那个酸 检验你是否心甘情愿地 让它存在 毫无畏惧与抵抗 试试看哦 还有人说 我的膝盖很痛 痛的话 就看着那个痛 看那个最痛的点 有多深 有多热 有多紧 有多酸 就只是看着 它的真相 膝盖的酸 只由膝盖去承受 你不要介入其中 就像在河岸边 观水一样 静静地 观照着它的发生 就像这样 来回不断地检验 对于身中 每个局部的 所有感受 是不是真的能够 像太虚包容 各种风一样的 毫无抵抗 也没有分别与取舍 一切都只是 任其自在地发生 而不对它产生 任何的攀附 与挂碍 以下每当像这样 有钟声响起的 二十秒时间内 你可以试着 放开胸怀 心甘情愿 毫不忍耐 现在 就把胸膛放开 任其发生 毫不忍耐 让我们勇敢地 试试看 还有十秒钟 硬是把胸膛松开 让我们一起来试试看 十 九 八 你的心 犹如太虚一般 真的毫不忍耐 七 六 五 心甘情愿 毫不抵抗 四 三 二 一 检验它 是否真的 完全地自在了 现在 让我们把注意力 带回到胸膛的正中央 也就是 黄亭一窍钟 来观察 胸膛 也只不过是身体的一部分 也只不过是身中的另外一个小态虚而已 观察胸膛内的所有能量 或气血的波动 就像你刚才 观照其他部位一样 只看它的原貌 不让它有机会攀附一丝丝的好物分别 虽然 使你烦躁的原因 可能从四面八方 袭击而来 它可能是外面的一个声音 或是想象中的一个画面 或是腰的一个酸 腿的一个麻 这就会使我们的平等心 荡然无存了 但是 当平等心要失去的时候 仔细地去观察 必然在你的黄亭一窍中 会有一个小小的动荡发生 观察黄亭一窍的动荡中 有没有一点烦躁的攀附 看清楚它真实的样貌 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只是如此的怅然自在 你就可以像太虚包容着各种风一样 以大无畏的心 面对这些毫无意义的动荡 不必处理 不必安慰 不必平复 不必消灭 不必逃避 也不必忍耐 太虚对于各种风 无论是大风小风 都不必去实实情服事 你要效法太虚 只是把那个最燃烧的点的附近 想向它松开 然后看着那个井 那个热 那个麻 并且接受它的起伏 看它来得有多急 看它要停留多久 看它要去得多快 只是如实地 关照着它 钟声再次地响起 以下二十秒内 便是你要放宽胸怀 心甘情愿 毫不忍耐的时刻 现在把胸膛放开 任其发声 毫不忍耐 让我们勇敢地试试看 还有十秒钟 硬是把胸膛松开 让我们一起试试看 十 九 八 你的心犹如态虚一般 真的毫不忍耐 七 六 五 心甘情愿地毫不抵抗 四 三 三 二 一 检验它们是否真的完全都自在了 静坐到此刻 你的感受正不断地在累积当中 很多感受也在不断地燃烧 如果你已经开始妄想 那么就去觉知到你正处于妄想纷飞的情况之中 假如你感到昏沉 不要为你的昏沉而感到懊恼 可不大方地去觉知这个昏沉 看清楚这个昏沉 用你自在的心灵 在躯壳里面 觉知着一切的感受 当然 这些感受也包含着这个昏沉 不需要为了不同的心情而感到困扰 当下来了什么心情 就关照什么心情 就只是检验你在这个心情之下 关照实相的定力 心情一旦发生 就直倒黄龙 往黄亭里面直接去观察 看看是什么东西在腥风作浪 看看在未攀附之前的清真 究竟还在不在呢 静坐到这里 如果你还可以继续坐着的话 以下的时间 就仅仅只是像太虚包容万物一般 去包容身体中所有的感受 而静静地坐着 如果你要结束这一次的静坐 在起身前 请先缓缓地活动你的肢体 直到身中所有气血的感觉 恢复正常了 再慢慢地起身 起身后 在房间里来回走上摆布 让肢体关节各方面都活络起来 然后才恢复一般的作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